王江斋在全道中书总章第九章中所说 离开己身不误可求 执着己身永无是处 有道是全无权亦无义 无义之中是真义 有心有义都是假 全道无心方为真 这是对武术以大上乘功夫的言真 既有这种功夫的武术家 在斗敌搏击时没有招法 出手即是招 也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摧毁 而是不欺然而然 莫GGRG等